1234年蒙古灭金 这个年很好记 蒙古建国之后就不断的跟金打大 当年肖武平陵的完颜阿古达子孙 一百多年的汉化已经是很衰落了 由当年的赫赫有名的马上民族已经衰落 所以承议斯坦起兵进攻蒙古 进攻金 势如破竹 1219年金中都被攻陷 承议斯坦一把大火把金中都烧为平地 所以以后忽必烈营建元大都的时候 就得避开金中都了 金中都已经没了 烧成稍微白地 所以我们看西二环上金中都宫殿遗址 在白纸房桥那边只有遗址了 莲花池是金中都的核心 就是宫殿的核心 宫殿群是在莲花池 西客站那边一把大火稍微平地 然后开始打金 他一打金谁特别高兴 宋 宋跟金的仇可比北宋跟辽子仇怎么呀 大多了 宋辽自禅渊之盟之后 119年就没打仗 而宋金老干账 皇帝都那死了 所以宋主动跟蒙古联络 我要跟你一块灭金 然后这个这个 金国这个时候呢 也是这个应错 比较比较失对 就是他应对之道 惊慌失措 金国的这个应对 就是说我在蒙古那损失的 我在南宋那得回来 所以他放着这个蒙古军 他不抵抗 他不断的南下攻宋 这样来等于把宋朝的火越鼓越高 所以宋军跟这个蒙古军联合 灭掉了这个金 当然这个灭金的时候 宋军主要就是给人送粮食 就干着这 人家点粮食 两万宋军 人家粮食 攻进了宣州 攻进了这个这个蔡州 最后是金国的最后一个首都 在蔡州 被打下 打下之后 金国的末代皇帝 哀宗完颜首续 这个上吊自杀 完颜首续自杀之前呢 告诉这个太监 说我死之后 你把我的遗体烧掉 以免被敌人侮辱 然后哀宗自意巡逻 这个太监就赶紧放火 那会儿没汽油 你看 拿柴火烤 点 点完之后 他马上敌人就要打下来了 太监也想跑 周围人也想跑 所以可能这个 这火没着起来 没着透 就跑了 等这个宋将打下来一看 这个尸身保存的基本完好 还冒烟呢 所以孟狗王特来去 拉弓射箭 咔咔咔 给人死尸射三箭 射了三箭 然后把金国大臣叫来 百般侮辱 你看 你小的又今天 瞧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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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 结果人金国大臣回答什么 自古无不灭之朝 然我国主之丧 比辱之灰亲二利无和 瞧 我们皇上最起码死的 够爷们吧 以身训射计 要不然我们就突围了 国君死射计 这是最高境界 中国历史上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皇帝 好像还真不多 明思宗 重申皇帝 够爷们 眉山自义 闯贼破京城之后 自义殉国